我们要带你来看 现在随着AI伺服器需求增加 相关PCB业者营运也受惠 那么在这当中 有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关注呢 来听专家如何分析 一起来看 智慧机电脑消费性电子需求持续回温 加上AI与低轨卫星发展 带动PCB产值大幅提升 相关个股族群营运步步高升 博智8月份的月营收是出现月增0.4% 那跟去年同期比则是大增 年增了31.8% 至于说今年第二季的EPS 他也赚了接近两块 1.82元的一个入带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博智他是小跌0.5元 收在130.5 整体的一个什么 一个高点大概配合 今天已经拉回来三天 不过是维持高档的一个横盘震荡 那因为他第二季的一个季报 毛利率是19.34 营业率是10.18 EPS则是1.82 PCB为消费性电子产品 重要零件组 族群反弹的力道可齐 加上AI伺服器需求庞大 有机会再赢一波涨势 那因为人保2324持有超过1万张 持股的一个比率接近两成 19.92% 那今年的一个上半年 他的一个EPS 已经赚了一个2.55元 去年的话一整年 他是赚了一个4.08元 那因为博智 他已经连续配息13年 而近十年来的一个股息殖利率 都超过5% 5.44% 那他主要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两大的一个产品占比 伺服器方面是70到80% 至于说IPC 也就是工业电脑 是20到30% 那其中以伺服器产品的一个需求 较加 那目前这个10成版以上的一个营占比 也已经达到9成的一个水准 由于AI伺服器客户拉货强劲 第三季营运渴望逐月走高 下半年展望相对乐观 东森财新新闻中文报导